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EB病毒的感染率和BNI的发病率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通过长期的临床研究和BNI患者的病理标本当中 检测发现有这个EB病毒感染的痕迹 那么把它关联在一起的 那么所以说这个EB病毒的感染 它也作为BNI患者一个早期诊断 还有治疗以后随访的有没有复发这样的一个临床指标 第三个那么就BNI的常见的一些发病原因 就跟它这个所处地区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 比如说金属镍这样一种微量元素的变化有关联 还有跟这个人群的这个饮食习惯也有一定的关联度 比如说喜好吃这个腌制食品的人群 那么它的这个BNI患者是有一定的关联度 感谢观看